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朋友来关心我们 我想你们今天来的主要是因为半导电视台的面试 那我要今天要发表几点声明 第一 我要这样讲 不否认我们党里面有些江湖背景的 但是哪个党没有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前主委黄成国本身 我对他没有个人没有任何意见 没有讲他本身是天道门文山会会上 现在是民进党的中常委 那这太多过去的背景 跟他现在做的事是两回事 我们不要看他说他出生是什么 而看他现在在做什么 今天来参加了我们党 基本上这个目的 希望触及两岸的和平统一 没有错 有很多有兄弟背景的进来的事实 可是进来以后 化小义为大义化小勇为大勇 所以我每一次在有任何兄弟场合 讲话我一定讲 你们既然要做兄弟要有莫子精神 你们对外要行侠战役 对内要纪律严明 就这么简单 我现在对兄弟做这种态度 我不晓得多少人会听我的 但是绝对有影响力 谁能够在他面前讲这一套 我可以讲 能不能听进去 很多人听进去 这就是一种社会的教化功能 所以我坦荡荡不在乎 总裁想请教一下 就是有统派团体的成员 跟卧底的记者透露 说他想加入统派团体就是为了要漂白 那他这样子的说法您认同吗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怎么漂白法 看你的行为 你要漂白你去加入国民党 加入民进党 加入亲民党 加入还可以漂白吗 我的背景摆在这里嘛 就像黄成国很聪明 他加入民进党嘛 你的兄弟加入民进党 几个好处可以告诉大家 第一 大家一起正三黑勾结搞工程 民进党哪个民意代表 没有跟兄弟勾结搞工程 叫他站出来 可见名 我可以点名 第二 出了事 大家平常一起勾结在一起 出了事还有一个点赋 你加入统促党 你不要讲 没有事都找你麻烦 你再出事不是更多麻烦 你一定是加入民进党 还有现在执政 你加入民进党 大家又可以一起再搞工程 你能不能去区别统促党 跟江湖兄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你能不能区别民进党 跟天道盟什么区别 多少天道盟是民进党的 你告诉我区别在哪里 你告诉我黄辰国跟天道盟什么关系 跟民进党什么关系 对不对 今天平常跟你讲 收容兄弟最多的是民进党 以前国民党的庄角 现在都跑到民进党了 马英九不是要改革国民党吗 改革的结果全部 什么叫庄角 地方角头 现在不都在民进党手上吗 我讲话没有错 很简单 你要挑白加入民进党所谓的 你在台湾就可以立足了 你加入统促党不是至少麻烦吗 今天你要佩服这些兄弟敢加入统促党 因为他本身的背景很容易被找麻烦 他还敢站出来 就为里面不是为漂白 不管他过去什么背景 来了以后 我写一首歌 这我写的 太平盛世 游戏人间 国家有难 挺身而出 同胞的幸福我们要维护 国家的领土我们要捍卫 兄弟啊兄弟 我们是叛逆的血液 烂卖的情怀 兄弟啊兄弟 画小意为大意 画小勇为大勇 太平盛世 游戏人间 国家有难 挺身而出 就算是坐牢 为的是同胞 就算是流血 为的是国家 兄弟啊兄弟 叛逆的血液 烂卖的情怀 画小意为大意 画小勇为大勇 这是我平常 我不管他过去什么背景 这就是我平常的歌 总裁会不会担心这样的事件啊 这个报道出去之后 会被蔡政府抓到把柄 然后对应做其他的政治工作 这什么什么把柄呢 今天我问蔡英文 你的台北市党部主委 是不是天道蒙的 你回答我 当然我对黄成国没有意见 我没有说他怎么样 他还是兄弟啊 人家过去是天道蒙 人家现在把民进党 台北市党部做得不错啊 民进党没什么好讲我了 你讲我了 讲不出任何具体事实 你是黑道 不要讲哪 还多包括有些 甚至很多统拜团体也是讲 他们是黑道 你能讲我什么 你讲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在勒索谁了 恐吓谁了 搞了什么工 你讲不出来耶 只有讲你才可以到 民进党我可以点出来 谁贪污谁贪污谁搞工程 谁啊 太多了 我可以讲 柯建民搞多少工程 你现在不管出身背景 你现在做什么 你民进党哪个没有贪污 就算你是哈佛大学博士有什么用 你台大法律去有什么用 你出来贪污啊 你还不如兄弟出来 他真正派派的行侠战役吗 怎么比吗 在半岛电视台的那篇文章当中 就是有提到 就是这位卧底的记者有提到 就是统促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跟大陆这个交往 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 以及两岸之间的一个安全 那这部分的话总裁有什么回应吗 你说这卧底的记者 他是根据什么讲的 就是他可能个人的一些观察 个人的观点不需要就回来了嘛 不值得一提嘛 是啊 我想我们将来是维护台湾安全 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我大胆来讲一句话 台湾这么多所谓同派团体 这我们有最完整的论述 回去看一看 整个论述我们只是缺化平台而已 哪个党有这个论述 台湾今天所谓的统派 真正的统派是一种 还有一种什么呢 在北京我主张统一 一国两制回台湾 我捍卫中华民国 要统一就一个国号一个国旗 那今天很简单嘛 我们必须讲现实 今天要统一一个国号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国旗就五星红旗 如果你既然不敢承认 说今天要统一我的国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你不要跟我讲是统派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 就那么几个人五星旗 拿拍摊照到大陆做秀 我们今天要上街头 比如去年 我们四千多人拿五星红旗出来 平常不会说拿几个人 在一个圣核 每一次到任何场合 拿五星红旗 照张相片 给台湾看一下 这是另外一种同派 今天把我们归在一起 我觉得是两个完全是不同的档次 我可以大胆地讲一句话 只有我们有完整的论述 只有我们在全台湾发展组织 就是宣传我们的理念 只有我们敢高高举起五星红旗 因为统一后的国旗就这面红旗 这是第一 第二至于政见星 它是每个团体有活动它都参加 以前我们的活动它也来参加 后来我们觉得它有问题 我一直在怀疑它是什么动机 为什么呢 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怀疑它可能是来卧底的 所以后来的活动 我跟大家讲不要它来了 本档被渗透得很厉害 这是一个事实 这次检察官开庭的时候都知道 很多事情 他怎么都知道 我们本档被渗透 但是我们官民磊落 不怕被渗透 打开天窗淡淡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 谁爱台湾最后会揭晓 谁给台湾带来和平 最后会揭晓 就像我讲的 谁把台湾带上灾难 最后会知道 所以最后才告诉你 谁是真正爱台湾 我希望我们台湾的同胞 任性这一点 台独的卖台 会挑起战货 我们要挣钱起义 不做炮灰 不要说我们做了炮灰 所以他跑到日本去鎖灶 带来说什么 Etat